网上有小粉红就讲了 2024年的台湾大选注定将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次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上台 解放军更可以出师有名 但是底下很明显还是有一些聪明人的 有人就评论说 民进党躺赢 而且台海根本不会打 因为某日是个大从包 这话改个时间 每四年就可以再用一次 如果幻想可以当饭吃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 我是公子沈 我看到这次的台湾大选也很有意思 在网上有很多人在讨论 就是到底谁能赢 到底什么时候统一台湾 很多人都觉得说 现在蓝白河已经破局了 那么民进党的赖清德肖美琴就有机会当选 所以网上有小粉红就讲了 本来赖中分就很可能当选 现在加一个不男不女肖美琴 那还不稳到天上去了 统一指日可待 加油 最终赖以610万当选 科320万票 侯250万票 祝贺赖清德 无统有望 你看大家都是觉得赖清德可能会赢 但是赖清德又是他们最痛恨的人 因为他们觉得赖清德是台独分子 是维护台湾独立主权的 或者说这三个党里头最不愿意跟中国统一的 所以说他们痛恨赖清德 但是赖清德就很可能当选 怎么办呢 他们的后边一定要加一句 统一有望 很快就要统一了 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一下 除了微博 在知乎上也是很多人在讨论 说绿营都快笑死了 人家现在到处去拉票就说几点 一 我不会说话不算话 签了字的东西都如放屁一样 讽刺柯文哲 我不会在彩票还没有中的时候就商量如何分赃 我们能把政府工作交给一个连组团开个会都搞不利索的人吗 蓝白河就是为了利益的算计 而不是为了台湾工作 甭管是不是真心话 这几点说下去 你猜在台湾省的人民怎么看 还有一个人讲到说 2024年的台湾大选注定将是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次领导人选举 最后说民进党上台 解放军更可以出师有名 至于民进党是否学习附作义 那就看他们的政治智慧了 当然底下有人开玩笑 说这种人是幻想之王中王 就完全是在凭幻想来写文章 毕竟每一次的民进党人物上台之前 台湾的蓝营和共产党都这么说 就是你们上台了就要打仗 你们上台了就要统一 一直说到现在 每一次都这么说 但是底下很明显 还是有一些聪明人的 有人就评论说 怕的是大陆 万一和俄国一样 原形毕露就没意思了 仅靠经济内循环 不知道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北约直接海运空运 你敢来吗 就算你敢来 人家直接硬闯 你敢打吗 别说敢 要是敢早就收了 少喝点 喝多了容易做梦 朋友 夜里早点休息 不然大白天的打瞌睡 做乱梦 民进党躺赢 而且台海根本不会打 因为某日是个大从包 这话改个时间 每四年就可以再用一次 如果幻想可以当饭吃 这些人不就是在做中国梦吗 想了怎么统一台湾 然后自己没有任何的选举的权利 最基本的 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 都得不到保障 然后在天天的网上 评论别的国家的选举 评论别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怎么样 他们如何做选择 做了选择之后什么结果 然后最后来一句 民主也不过如此 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你要藐视对方 如果你敢打 你早打了 如果你能打 你早打了 我们台湾也不是吃素的 用这种方式 对抗中共的散播的这种假消息 这种恐吓台湾的言论 什么我们一打就输 我们一打就投降 我们根本打不赢中共强大的解放军 这种说法 一定要打破这种说法 不能妄自菲薄 要有自信 要有担当 我们完全可以嘲笑他们 你们到现在70多年了 还是不敢打 用事实打他们的脸 但是这是战略上描示 但是在战术上 还是要重视 因为共产党现在在不断的备战 当共产党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摇摇欲坠的时候 他不是没可能去走出这一步的 所以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解放军的一举一动 做好全面的备战准备 随时能够应战 随时能够捍卫台湾的主权 当然这个捍卫 不光是在军事上 也是全方位的 严查他的渗透 抵抗他的认知战 当然我也希望 我的节目能够在这一方面 起到一点小小的作用 这次台湾大选 总统的职责是安全 是战略 是外交 是军事 所以说 谁更稳妥 谁更坚定 谁更有成绩 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至于民生方面 你就像 之前的九合一选举 我几乎没有什么表态 对吧 我没有说大家选谁 或者我倾向于支持谁 因为九合一 那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县市长 选的是内政的上面的处理 所以说 我不愿意介入 我也不愿意发表任何的看法 因为我没有生活在那儿 我没有资格去讲什么 哪个县长好 哪个市长好 对吧 所以我没有支持任何党派 我也没有有任何倾向性 因为这涉及到民生 涉及到当地的施政 但是总统大选不一样 捍卫台湾的主权 连接整个世界的爱好和平 爱好自由民主的力量 不仅是跟台湾有关系 也跟我们加拿大有关系 跟全世界 整个自由阵营有关系 所以说 当然我可以表达出 我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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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